老弟兄姊妹 早晨 我們繼續來看《使徒行轉》的記載 《使徒行轉》 有人說這本書是記載到使徒很多的腳蹤 使徒的行動 在教會要建立的時候 神如何使用不同的使徒 來完成一些工作 但有人說使徒行轉 其實不只是講到使徒在做什麼 有人說使徒行轉 其實要改一個名字叫做《聖靈行轉》 因為你看到聖靈在裡面 一直讓神的計劃 就在不同的人身上 不同的事件上 看見神在這個世代的計劃 如何能夠逐步逐步來完成 在《使徒行轉》第一章第八節 當耶穌要被接升天的時候 之前他就跟門徒律道說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必須得著能力 在耶路撒冷 猶太傳地 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 剛才看第31節要說什麼 剛才讀的第9章第31節 那時在猶大 加利利 撒馬利亞 有沒有印象和一章第8節 但聖靈降臨在你身上 就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傳地 撒馬利亞 這裡就說在猶大 在加利利 撒馬利亞 為什麼呢 因為第8章之前 我們看到福音 已經在耶路撒冷傳了 傳到一個什麼地步 傳到什麼地步 我們可以這樣說 在當時耶路撒冷傳福音的工作 是成功的 為什麼知道你成功呢 因為反正第一節 他們受到迫迫 那些耶路撒冷的教會 要被迫分散 走遍各地的地方 為什麼我說這樣被迫 有反對叫做成功嗎 就是因為你成功 才有人反對你 如果你的正貨賣得不好 有沒有人做A貨賣你 假模你 當然沒有的 是不是 你見不到那些不出名的A貨 沒有的 那些假模當然是怎麼樣 當然是名牌 不單止名牌 還要怎麼樣 賣得好行 很好生意 才有假模 對不對 你做個牌子出來 沒有人買的 有沒有人假模你 同樣 福音在一個地方 在耶路撒冷 為什麼開始受到迫迫呢 因為它傳 因為有些使徒 在聖靈的引導下面 福音傳遍 以致怎麼樣 引起了很多的反對 看到這個福音一個很大的能力 在耶路撒冷 接著來到第八章第一節的時候 如果你看看第八章第一節 它怎麼說呢 剛才提過了 在那天開始 耶路撒冷的教會大租迫迫 除了使徒之外 換徒是怎麼樣 分散在猶太和撒馬利亞的各處 神使用迫迫 將耶路撒冷這群的聖徒 這群的教會 這群的使徒 他們要推出去 因為神的計劃 不單止說你們要在耶路撒冷做一個見證 你在耶路撒冷 猶太傳遞 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 都要做我見證 所以福音已經在耶路撒冷 一路傳遍的時候 很多人信主 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對的時候 怎麼樣呢 他們就要被迫出去 這個看來好像一個迫害 但是如果你看到其實是神 聖靈一個很偉大的工作的計劃 神是容許這個迫害 將他的計劃實踐出來 或者說甚至這些迫害 對神來說不是一個意外 對我來說可能 為什麼呢 為什麼信了耶穌之後 這些迫害會來呢 但是從神來看 這個不是意外 這個是神的計劃裡面的一部分 經過迫白 信仰更加堅固 經過迫白 連對迫白 信徒更加懂得神的心意 他們就出去 當出來的時候 第八章你看到 都不容易的 繼續有那些難處 但是你看到第九章 最後一節怎麼說呢 剛才讀的三十一節怎麼說呢 他就說 猶大 加利利 撒馬利亞 各處的教會 咦 本來只有耶路撒冷 現在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城市 在這個猶大 在撒馬利亞的城區裡面 這個省份裡面 怎樣 怎麼樣 看到各處都有教會 耶路撒冷就是在加利利 巴勒斯坦地的南邊 上面一點點 就是在撒馬利亞 再上面就是加利利省 整個就合稱為一個猶太傳地 甚至是東岸的地方 西岸的地方 各處教會建立起來 而且教會是怎樣呢 他們被建立 他們得到平安 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 得到聖靈的安慰 人數增加 這五個的特點 這五個簡單的描述 他們有人信主 他們得到平安 他們被建立 他們敬畏主 他們安慰 得到安慰 人數增長 這五個特點 告訴我們 所建立的教會 都是一堆很有生命力的教會 用我們現在教會 我們在用的 我們的異仗的宣言 使命的宣言來講 他們都是建立了一堆 蓬勃的教會 這個是神的計劃 神要完成 所以在這個大的圖畫下面 我們看見什麼呢 我們上次第九章開始看見保羅 他來信主 他信主的經過 但是來到今天讀的經文裡面 第十九至下半節開始 一直講到 我們看見這個保羅 是經過很大的改變 他本來叫做蘇羅 到十三章的時候 他就改了名叫做保羅 這個保羅 發生了什麼改變呢 如果我仔細讀這一章聖經的時候 如果你再比較第二十二章 以及二十六章 小幸傳有三段經文 講到保羅信主的記載 第九章是 聖經的作者 盧家聽了之後 再主述記下來 保羅怎麼信主 第二十二章 以及二十六章 同樣記載保羅信主的經過 是保羅自己親口講的見證 所以如果我把這些經文放在一起看的時候 我就說 保羅所經歷的 是一個 完全徹底翻天覆地的一個改變 用現在很流行在國內的術語 就是一個翻轉了的生命 他們現在不用翻天覆地太長了 翻轉了就行了 是一個被神翻轉了的生命 你看到以前 他是追殺基督徒 迫害基督徒的 現在在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剛才記載 他被人追殺 是不是 以前他追著人去抓 現在是怎樣 被人追到一個什麼地步 說他的門徒要在城牆找個籃子 把他放進去 你想想保羅以前那種地位身份 那種要追殺人的氣焰 所以有人就說這個保羅 如果放在今天的社會裡面 在未信耶穌之前 這個是一個極端的恐怖分子 是不是 真的是一個恐怖分子 但是現在這個不僅是恐怖分子 他還是這個恐怖分子的頭頭 但是現在居然要晚上靜悄悄悄 那些人找個籃子 找個籃子 找個籃子 把他放進城牆 這樣來走路 這樣來走爛 真的沒有臉 但是這是他的改變 他以前是反對耶穌的 現在要是全港耶穌的願故被追殺 他以前是跟神敵對的 但是現在成為神所猜派的使徒 本來他是要破壞教會的 但是到最後 他在接納在教徒的群體裡面 成為主裡面的家人 甚至日後來第十三章的時候 他就被教會在祈禱之後打發出去 成為初期教會第一組的第一隊的宣教士 把福音帶到地極 由十三章開始 小行主我看到 不單止停在猶太全地 薩瑪利亞的地方 開始向這個世界來進軍 可以把福音帶進去了 這個是那個頭頭 所以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在保羅的生命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改變 在裡面 我們經常說改變 唯有一個不變的就是改變這件事 這個說話是很矛盾的 所以叫變幻原始永恆 是不是 為什麼呢 有哪一件事是不變的呢 有沒有東西不變的 昨晚師傅幫我飛發 一路飛就一路 變了啦 你以為還是當年 你飛的時候那麼多頭髮剪什麼 剪兩下就沒有了 是不是 變 是不是 你會發覺我們人生就有很多東西在變 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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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改變 不停不停地改變 有時我們會覺得 這個改變 我們說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被這個世代塑造我們 這個世代是這樣 我們連變都不行 是不是 我們有時想回 在這個時代 我們牧養弟兄姊妹的方法都改變 我們去關心電影姊妹是怎麼關心的 當然都打電話關心你 都去探訪你 但還要加上什麼 想去Facebook 看一看你探訪你 是不是 去微博 去微信 跟你聊聊 是不是 所以我有WhatsApp WhatsApp是香港人用的 我有WeChat 是跟國內通訊的 又有Line是專門在台灣用的 是不是 我三樣都用 再加上Facebook 再加上SMS message 是不是 所以慢慢發現現在電話不是電話來的 有沒有留意 電話本來設計的功用是做什麼的 就是講電話 但現在有多少人拿電話來講電話 我想我們90%的用處電話不是要來講的 是要來按的 是不是 無論打通打消息也好 發訊息也好 玩遊戲也好 你們現在是開了電話看聖經的 那些真的看聖經就好了 對 我們教會慢慢要註定 我們要慢慢地發射系統 證明 監測誰用教會網絡 而不是在讀聖經的 然後就自動在信用卡扣錢過來 應該可以發明到這樣的科技 你發覺到 身體變了 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去照顧人,關心的形式都改變了 以前家人發生什麼事,我們都很難知道 因為很難才打一個電話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消息就是什麼? 就是好消息 但是現在,整個人都有的 馬仔回來吃飯 老爸、女兒今天去了哪裡? 全部是SMS訊息去了 這個世代在哪裡? 我們的生活的形態,我們生活的形式都有改變 有時候連我們的生命裡面的價值觀都有改變 我們對社人的看法都有改變 本來有些事情我們以前覺得是不對的,是不應該做的 現在慢慢會怎麼樣? 都不要緊了 每個人都這樣做而已 是不是?為什麼不可以? 我們很小時候,回教會的時候 哇,如果聽見有人說離婚 這個是什麼事? 哇,這個真是罪大惡極 真的要浸豬籠 那現在呢? 現在你覺得,聽到有人說離婚怎麼樣? 你覺得怎麼樣? 當然我們要處理離婚,是什麼原因離婚呢? 不是所有離婚都是罪大惡極的,是不是? 但是現在聽到離婚覺得怎麼樣? 沒有什麼事而已 每個人都離婚,我認識誰離婚,誰離婚,誰離婚 我姐姐離婚,我弟弟離婚,我同事旁邊離婚,我老闆離婚 你數一下誰沒有離婚呢? 只差我而已 其實我都在想著了 你有沒有發覺現在你覺得離婚好像普遍 整個街都是,你問問哪一對沒有離婚呢? 我們感謝城外中間應該很多都沒有,是不是? 有誰在想著的? 都沒有了,是不是? 在想著的,就把你抓去M.E.R.那些婚姻型裡面 把她撲上一個鍋子 你有沒有發現到 以前說到離婚是這麼可怕的一件事,現在 很普遍 這些東西影響到連我們對事情的看法 價值觀都開始改變 這個現象覺得很可怕 但是我們又不能夠否認這件事就是什麼呢? 改變就是改變 在這個世界上每一件事,在我生命裡面每一件事 在我人生所面對的人,在我周圍的人 都是不停地變,不停地變,不停地變 但是作為基督徒 作為神的門徒 我們今天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今天就是,我們都會面對改變 我們都正在改變 我們是在想著的 我們有沒有用神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來主導這個改變 有沒有用神來去改變我們的生命 還是說我們隨意就讓這個世界來改變 所以羅文華書第十二章它怎麼說呢? 它說你要 心意更新而變化 你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效法這個世界的字就是說 你好像做個蛋糕做個月餅一樣 你弄好了,材料拆好了 月餅就沒有了,一攤進去 你就變了月餅了 它說你不要讓世界的帽子沒有了你 你是要不停地更新變化 你要改變 但是這個更新變化是怎樣的? 是將你的身體獻在神的面前 讓神來改變我們 我們是會變的 外在形體會改變 這個免不了 但是我們內心 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對信仰的看法都會改變 但是我們這些的改變 有沒有容養神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導致我們有一個很徹底的改變 有時候說這些經文有一個困難 就是說 聽知不知道會覺得 保羅當然是這樣的改變 你看到保羅的改變大到一個什麼地步 你當然可以說它是翻天覆地的改變 是不是? 但是請問我們在座有誰像保羅? 有誰以前是做恐怖分子追殺基礎圖的? 沒有,你最厲害就笑一下基礎圖 是不是? 他祈禱自己的飯的時候 你淋一些豉油和胡椒粉全部灑下去 有誰做過這些的? 不好意思承認嗎?做過 我們也有這樣做過基礎圖 在未信耶穌的時候 所以上兩個星期 我沒有一個中學的老師來介紹過的 他是教聖經科的 所以後來跟他吃飯的時候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說不是你教得不好 那時候我以神為敵,未信主 那時候我以神為敵,未信主 所以我考聖經科不合格 就是他教我的時候我不合格 所以神在我裡面有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你今天要講道 道理不讀的了 以前不合格,現在讀到你夠為止 所以有時候覺得神很幽默 有時候覺得寶羅的改變這麼大 這麼戲劇化 我們哪能夠合得上 但是我希望今天跟你看的時候 不是從這個角度 寶羅就可以這樣改變 我不會,我不是寶羅 我不能夠做到寶羅的改變 所以我不需要這種改變 是不是呢? 不是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很多電影節目覺得 我們信耶穌很平凡 我們信了耶穌,我們卷入基督徒 好像很簡單一件事 但是你跟我,跟寶羅一模一樣 都是在徹底經歷過翻天覆地的改變 我們的經過可能不像寶羅這麼戲劇化 但是其實在我們內心的生命的深處 所面對的經歷 那個改變 仍然是這麼大的 跟寶羅的改變沒有什麼不同的 如果你看看寶羅 有時候覺得寶羅好像不是很大的改變 為什麼? 他還沒信耶穌之前是怎麼樣的? 就是一直去追殺基督徒 一直為他自己的猶太教大發熱心 是不是? 他一直傳猶太教的信息 你反對就要拼下你 是不是? 請問現在信耶穌之後 他有沒有什麼改變? 他又不是一直走大發熱心 又是為了耶穌的命大發熱心 以前大發熱心 走遍各地方 捉基督徒 現在大發熱心 走遍各地方去傳福音 你不跟他不對 那個不對 他怎麼樣? 聖經堂已經讀的怎麼說? 跟你辯論 拼下你 講福你 以前拼下刀 現在不拼下 嘴巴 是不是? 即是連那些外表看寶羅都是這樣的性格 他仍然是這樣的做事 仍然是這樣的大發熱心 一路是這麼走 一路是這麼走 一路是這麼說 一路是這麼說 以前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都是一樣? 不是 外表的行為好像一樣 但是裡面最大的不同的是什麼? 最大的不同的是什麼? 他生命的主權 他生命的目標 整個的價值觀 徹底的改變 外表仍然是為一個宗教熱心 你可以說以前是一個猶太教的恐怖分子 現在在小唐傳記載 他就像瘟疫一樣 他是基督教的瘟疫 都是這樣的 都是憑著他的信念 就是他一路的燃燭火 燃燒熱 影響別人的 外表好像都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裡面很不同 因為裡面有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他以前是憑他自己的血氣 憑他自己的熱誠 現在他說不是 他不斷後書說 因為耶穌基督的愛激勵了我 那個激勵就是一個很大的發電機 很大的發動機 來推動他改變了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最切地的改變 他生命主權 再不在自己受 而是讓耶穌帶領他的人生 當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其實你和我的改變 和保羅都一樣 我再說不是這麼喜劇化 但理論上 實際上我們需要怎麼樣呢? 和保羅一樣 就是我們生命的主權 是徹底的交給耶穌 我都是從裡面到外面 180度徹底的改變 因為現在我再不是憑自己來生活 是讓耶穌的主權 是讓耶穌在我的生命裡面 所以保羅信主經歷裡面的時候 我們比較為第二十二章 保羅有兩句的話 去面對耶穌的時候 上次提到我其中一句 主啊 你是誰? 你是誰? 始終第二章 二十二章再加上另一句 保羅跟著就問 當耶穌回得去 我就是你所迫的耶穌的時候 然後他加上一句什麼? 主啊 我當作什麼? 這個就是 生命徹底的轉移 一個主權徹底的轉移 是他生命徹底改變的關鍵 主啊 你是誰? 以前我覺得這位耶穌是騙人的 上個禮拜的訊息 之前的訊息提過了 但現在保羅很清楚 所以在一段經文的時候 記載怎樣呢? 他開始向人傳 耶穌 耶穌是神的兒子 他不是以前那個欺騙 那個來到了 我覺得他來到了欺騙的一個騙子 他不是當時一個好講道德教訓 一個拉比 一個老師這麼簡單 不是 他是神的兒子 他不僅僅是一個完全的人 你看到他是一個人 但是他更加是神 成為人 來到我們中間 所以我現在開始對耶穌的認識 徹底的改變 說不到後書第五章就說 我以前憑愛貌認過耶穌基督 現在他是不是 我不是說愛貌看他 在愛貌看來 一個不起眼 一個木像的兒子 無佳認美容 但是原來 他是神的兒子 我現在對耶穌整個認識徹底的改變 他不僅是神的兒子 他就跟眾多人辯論 要證明耶穌就是基督 他就對猶太人來辯論 猶太人一直盼望 這位尼塞瓦 因為基督要來 但是普羅說 不用再等了 就是你釘十字架那位 就是耶穌基督 這個基督就是 神所選立的尼塞瓦的意思 是神所簡選 神所高立的我位 他是整個的認識徹底的改變 為什麼呢 在這裡說 二十三節開始 他說過了一些時間 如果我們把經文比較 比較加勒太書的時候 第一章就說 原來普羅在過了日子的時候 是指多久呢 是有三年 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給我答案你 每天讀經那份東西 問到這條問題的 有三年的時間 去了阿拉伯抗爺 在那裡做什麼 其實在大馬塞的地方 很接近就是阿拉伯抗爺 大馬塞的南邊就是 接著就是阿拉伯抗爺的北邊 接著的 他在那裡就原來有三年的時間 我們不是很清楚 我們不是很清楚 《聖經母子》 在這三年做過什麼 有人說甚至這三年 在這三年裏面 就經歷過過差不多十二章 被提到三層的經歷 我們不是很肯定的時間 但這三年 他不是傳道 這三年 做什麼呢 一般的相信就是 他是直接在神面前 安靜在神的面前 所以過去整個猶太教的信仰 再加上複養的信息 在裡面融會貫通 有時間安靜在神的面前 他更加認識 原來這一位是值得我 你要一生服侍的主 在這三名安靜在神面前 加勒太書就說 我知道不是人選輸我 是神選輸我 是神在我心裡面 將這個複養啟示出來 所以他徹底 降伏在神的面前 這個改變 是因為保羅 去降伏在神的面前 兩個問題 主啊 你是哪一個 主啊 你要我做什麼 我當作什麼 主啊 主啊 你就是我的主人 所以弟兄姊姊姊姊說 這個其實 在我們生命裡面都發生過的 當我們信耶穌那一刻 我們重新認識 原來耶穌就是神的兒子 耶穌就是那個救主 尼塞亞 耶穌就是為我死 為我復果位 主啊 你是誰 你就是我生命的救主 你就是我生命的主 你就是神的兒子 我們都知道這個答案 我們都知道這個答案 我們可能信耶穌 也都問過主啊 你要我做什麼 那我跟著基督徒 我要怎麼做 我怎麼走這條人生的路 那你就是我們 慢慢信耶穌 之後 現在慢慢信耶穌之後 我們慢慢信耶穌之後 我們慢慢信耶穌之後 慢慢不說了 講耶穌是主了 開始自己做主了 對不對 所以你祈祷就知道,看你怎麽祈祷就知道 我們祈祷永遠是問耶穌拿東西的 我們什麽時候問過耶穌,耶穌你給我些什麽? 我們一有病,耶穌醫好我,是否這樣祈禱? 我希望這樣祈禱不是錯的 不過如果我是耶穌聽到這個祈禱 那究竟我是你的主人,還是你阿拉丹神的那位神? 我出來說主人請吩咐要做什麽呢? 那你祈禱就是主下醫好我那樣 那你命令我,還是吩咐我? 是不是? 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我又不是說叫你病不求耶穌醫治 但如果祂是主的時候,我們有病,我們應該怎麽祈禱? 應該怎麽祈禱? 主啊,我病了,你都知道 我都知道,我病了不舒服,你都不舒服 不過你是主,你要醫好我就醫好我 你這次要帶我回天家,就帶我回天家 你是我的主人 你不用一定醫好我的 你不醫好我,我也相信你的 因為你是我的主,永遠不改變了 敢不敢這樣祈禱? 有時候我們發覺,這樣的祈禱就很靈的 真的就住了回天家 可能 當然是開玩笑的,是不是? 但我發覺我們這些事件上,我們是個主權交給神 神給我的兒子,一定要入到長春藤大學 所以現在我暑假,我帶他去大學,穿個campus去看 你一定要帶他,讓他去到那間 那究竟你是主還是他是主? 我不是說入長春藤大學不好 入島當然好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神真的要他入島就好 如果不是神要他去的,你強行推了他去的 好不好? 這個是主權的問題 這些很多東西在我們生活裏面反映出來 我們有沒有在這個時候,像保羅一樣 將整個主權交給神的面前 主啊,你是哪一位? 讓我更加看見你的偉大 看見你的崇高,看見你的尊貴 看見你的主權,看見你的能力 以至我說,主啊,我當做什麽? 你吩咐 你吩咐,我就做 我就按照你所喜歡的方式 我相信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這樣做的時候 這個就帶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所以後來來到第十一章 小狼主題第十一章 他說門徒被稱為基督徒 是從安提阿開始 為什麽他們說他們是基督徒呢? 有些解禁家說這個是嘲笑的成份 基督徒他們是信耶穌的人 但也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們的言行生活都將耶穌表現出來 那些人就說這班就是什麽呢? 就是耶穌仔耶穌女 所以基督徒的意思直接翻譯就是 耶穌仔耶穌女 就是這麽意思? 謝謝 所以這個是一個主權的一個問題 當我們都肯將主權移加的時候 不單是你和我裏面翻天覆地的改變 更加是怎樣? 周圍這個世代因為我們的緣故 周圍的人因為我們的緣故 他們都可以受影響受改變 最多人會看到原來有一班 真是肯為信仰付出代價 肯活出信仰的一班人 寶羅這個經歷 這個翻譯覆地的改變 第二方面就是看到教會 那班弟兄姊妹對她的接納 對她的容忍 這個是不容易的 在這段經歷的九章裏面 有兩個人物被神打法去接待寶羅 阿拉利亞在馬達文斯的路上 在寶羅看到耶穌眼都瞎了之後 神叫阿拉利亞去接待她 阿拉利亞怎樣? 上次說過很害怕 這個迫害我們的 怎麼去接待她? 到後來她要去耶路撒冷 那門徒怎樣? 都懼怕 唯獨這個巴拿巴 就來接待她 神要將她帶到使徒面前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發覺到 所謂基督徒 那個信心 那個看法 比那些未信耶穌的人 一開始 他們不敢相信寶羅真正的悔改信主 是不是? 好害怕啊 這個以前恐怖分子 殺人的 捉基督徒的 對呀 看見寶羅這樣 他就相信耶穌 逼下去 殺掉他 你發覺有時候 我們那種的 所謂謹慎 所謂小心 到一個地步怎樣? 吸不上那些未信的猶太人 吸不上那批反對的人 他們就無斷地相信 寶羅真正的 快點去 連他也要逼開 教會就說 也不知道是不是 你想想 當時寶羅很慘 那邊就逼開 逼得不能走 這邊就說不敢接收他 那他怎樣呢? 半天掉了 有時候我們真是 真是求主 將這種 建立人 栽培人的生命給我們 寶羅你看到 他想耶穌很大的改變 他一直傳說耶穌基督 周圍和人辯論 一個是用口才 一個站起來 和人辯論 一個的傳道者 但是巴拿巴呢? 巴拿巴都是一個 用他的生命 來見證信仰的人 見證這個真道的人 不過他不是寶羅那款 站出來 看港台 大大聲地說 那種 他是怎樣? 在後面 帶著愛心 帶著包容 去栽培人 他同樣是為真道而活 同樣是為了這個信仰 能夠站低穩而活 同樣是為了使人的生命 改變而活 形式不同 我們不是個個好像寶羅那樣 但是我們可以學習 好像巴拿巴那樣 不過其實兩個都可以學習的 我也希望見到 很多弟兄姊妹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 可以廣道 站起來可以全港福音 不懼怕的 和那些未信的人來辯論 有根有基 有基礎的 但是我們更加都需要 一幫弟兄姊妹 好像巴拿巴一樣 巴拿巴在後面經文就說 巴拿巴原是個好人 巴拿巴是個好懂安慰人的人 巴拿巴是個為眼神英雄的人 當安提我教會有需要 他把保羅帶到安提我 在那裡建立教會 這個在後面十一章十二章講的經文 所以基督徒才被稱為基督徒 是從安提我開始 巴拿巴懂得自己的恩賜 我不是那個位 所以我願意欠秘 我口在後面 萬一的耕耘 萬一的安慰 萬一的栽培 萬一的安慰子 一個很懂得安慰人的人 而讓請寶羅來 寶羅來 寶羅有教導的恩賜 寶羅有講道的恩賜 讓他們建立教會 要到後面十三章打法出去的時候 寶羅和巴拿巴被打法出去 要留意 不是巴拿巴和寶羅 排名是先後有影響的 本來巴拿巴是帶寶羅出道的 本來不接受你的時候 是我引見你去耶路撒冷的信託 今天的經文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十二章 是我邀請你安提我 現在慢慢做到什麼地步 你做頭我不是做頭 用不容易 巴拿巴就是這樣的人 他就是這樣用他的生命 去栽培人 他希望見到被我栽培出來的人 怎麼樣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 清出於藍 而勝於藍 我們需要這樣的弟兄姊妹 我們需要這樣的栽培員 我們需要這樣的栽培員 肯去勇敢地去照顧一個的人 栽培 不容易的 你想想你要栽培那個 就是以前的恐怖分子 我們現在慢慢約出來查經 慢慢出來喝咖啡 用不著回不了家 他恐怖分子 你怎麼知道這次要拿什麼出來 機槍還是刀 栽培寶羅 寶羅是一個能言善變的人 講道滔滔不絕 引用聖經熟到難的 你再陪他 是不是 你現在佩服巴拿巴裡面的勇敢 如果你覺得寶羅很勇敢 站起來辯論 有能力辯論的話 你更加看到巴拿巴裡面那種 隱藏在裡面 可以不是站起來講道那種的人 但是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包容的力量 一種很勇敢的力量 我可以接下一個這樣的人 在我面前 然後我繼續教導他 繼續栽培他 繼續鼓勵他 繼續為他建造機會 讓他可以發揮他的恩賜 然後好好的來完成神所完成的工作 結果福音 因為就是這樣 就不單止去到猶太傳地西馬利亞 還開始去到地極 甚至以後 就讓他做領隊 我跟著他 沒問題 巴拿巴這種的生命 他都是一個 將他主權交給神 而他知道 神讓我在這裡生活 就是為了去建立人 栽培人 幫助那些人 脫離現今的情況 進到一個神為安排 更美好宿令的情況 這個輔導 不是一般的心理的輔導 這些宿令的輔導 是幫助人 更加認識神 更加跟蹤神 我們需要這個突然間在我們中間 我們需要每個突然間在我們中間 學習這樣的功課 去接納人 去幫助你身邊的人 繼續的成長 當一直這樣做的時候 翻天覆地的改變就來了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去栽培他 那個人的生命 一般發生的改變 他的價值觀改變 我們再影響一個人 另一個改變 一個改變 你快要一直這樣改變的時候 一個一個改變的時候 一個一個改變的時候 整個世界就會改變 是不是 所以我不知道 今天如果讓你選擇 你想做 保羅 你想做巴拿巴 我兩個都不想做 我只想坐在那裡的牧師 對不起 沒有這樣的位置 我們希望 你能夠看到 其實我生命已經有了這個改變 我有了這個改變 我也經歷過這個改變 我也經歷過這個改變 我想不想這個改變 繼續擴大出去 從我這個人開始 影響我身邊的人 再影響更多的人 影響這個世代 好似我將石頭 丟掉 丟到一片的護水上 丟到它 落發到便宜 發到便宜 開始有那些連漿的圈 一直去擴大 有些人很聰明 一個石頭一跳去 為甚麼 Wie 水平像飛出去 在水面跳幾下 有些人一飛出去,8次、9次、10次, 這樣就影響了很多個圈出來,那些比較厲害。 我們一飛出去,我們一聲就掉進去, 但起碼又有一個圈。 我做不到有10個圈,我都可以做到有一個圈, 我都可以影響,因為我看到這個圈, 這個是神的計劃,神是要這樣完成祂的工作, 在這個世代裏面,神是要這樣成就這個使命, 從耶路撒冷開始一直這樣去, 你見到那些人一個一個在神這個計劃裏面, 無論是正面的,是反面的,有些受到迫害, 有些都是為了愛主,為主擺上, 你見到這個成就一直成就, 從耶路撒冷開始一直去,到現在到猶太傳地, 到了薩瑪利亞的地方,你見到呼聲傳出去, 下一步我們見到呼聲就向外了, 就是一路去地極了,神的計劃, 體潛一定要成功,一定會成功, 你見到經文的記載是這樣的, 我專門給了一章第八節,八章第一節, 九章三十一節, 你就見到這個計劃, 一路這樣成就出來, 而見到因為有人願意為真道企運, 讓他這個改變,為了福音的改變出來的時候, 你見到什麼? 教會就被建立了, 九章三十一節, 一個鳳貝的教會, 有平安,蒙安慰, 人數增加, 被建立起來的教會, 就要一間一間, 鳳貝的教會, 建立起來, 就因為有人, 有人站起來講道, 有人願意去栽培, 建立, 大家用不同的認識, 都是為了真道的緣故, 來擺上, 因為我們的生命被主改變, 所以我發出挑戰, 第一, 我希望弟兄姊妹, 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重新思想你生命的改變, 你是不是真的經歷過這個, 一法法受到, 主權徹底移交的改變? 你信耶穌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說, 耶穌說你就是我生命的主? 我知道你愛我, 我知道你為我死, 我知道你為我復活, 你說我復活, 你是坐在我生命的補助上面, 現在你就坐在生命的補助上面, 我是整個人一法法受到已經改變的一個人, 我不希望再有弟兄姊妹覺得, 我信耶穌很平凡而已, 很簡單而已, 我坦白告訴你, 如果你覺得你的改變, 信耶穌很平凡的話, 其實, 你是小看了神的恩典, 神的救恩, 明白我說什麼? 你真的看不起神的救恩,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改變, 耶穌有沒有救你? 救了,我救了, 不過也是這樣而已, 那就是覺得耶穌的能力不夠, 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不是耶穌能力這麼大, 是可以的, 那救了我, 雖然我不是保羅戲劇化, 這麼戲劇化, 但是在我裡面, 我是翻天覆地, 徹底的改變來的, 我徹底改變的, 我裡面的價值觀是改變了的, 我現在為人處人處事是改變了的, 雖然有時候我心靈遠以肉體軟弱, 但是我的心都改變了的, 是不是? 耶穌也是這樣用他的生命的重價, 救贖了我, 我也是一個罪人要死的人, 耶穌救了我, 所以耶穌在你身上, 在我身上, 和在保羅身上做的一樣, 都是這麼偉大的救恩, 我們的改變都是這麼徹底的完全的, 你還要回去思想默想, 你的順著, 你可不可以回答一個問題, 如果當年我沒有信耶穌, 今天我會怎樣? 如果當年我沒有信耶穌, 我死了之後我會怎樣? 你可以看到, 耶穌的救恩已經很大, 你才能發現, 原來我裡面受的改變是這麼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主啊, 我願意徹底幸福跟從你, 很久有三年的時間, 在大馬式, 在拉法拉法曠野, 重新的默想, 我們都要每天, 把機會, 回到神的面前, 當然你有三年去阿拉伯, 你就去吧, 要不然每天都可以, 安靜在神的面前, 當我們安靜在神面前, 重新感受神的愛, 重新明白領受神的救恩的時候, 那個強度越強的時候, 我們愛著跟從主的心, 就會越來越真, 越來越徹底, 我們才繼續有力量, 將這種改變的生命, 改變的力量帶出去, 頂姊姊妹, 你的信主, 一點都不簡單, 是神的一個精心的計劃, 以致你那天, 好像很自然, 很不太什麼的情況下, 信了耶穌, 但你知道是神, 精心的計劃在你身上, 神動用多少的人, 圍繞著你, 神透過多少的人跟你說話, 神在內心怎樣幫助你, 聖過內心的掙扎, 那種的猶豫, 最後我相信了, 就是我肯祈禱了, 這個其實是神精心的計劃, 帶給你一個徹底的改變, 你都經歷過這個, 翻天覆地的改變, 你重新是默想, 所以我們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要找出我們有什麼恩賜, 跟著兩堂主學我們講這一方面, 就是你可以, 好像保羅一樣, 又好像巴勒巴一樣, 但是還有呢, 好像其他的門徒, 聖經記載的當前有很多門徒, 他們都在神這個大計劃裡面有份, 他們被迫迫的時候就分散, 分散到哪裡, 一路走, 一路生活, 一路傳, 一路見證福音, 現在說這些叫福音移民, 就是這個方式, 幾十個家庭, 一起搬去一個新的地方, 在那裡建立教會, 在那裡榮耀神, 在那裡榮耀神, 有什麼形式, 我們可以找到, 究竟我可以怎麼來見證這個福音, 所以我們說, 其實神這個繼續計劃, 我一開始就說, 一定會完成, 你不要以為有迫害, 就沒事看了, 有迫回來, 抓了坐牢, 就沒事了, 不是, 甚至讀到後來, 我們有機會講到的時候, 就算被殺, 福音怎麼樣? 繼續傳出去, 數來的一代過去了, 因為這麼偉大的傳福音, 一個宣教士, 一個傳道人, 離開了, 但我們繼續有小唐傳29章, 延續到今天, 小唐傳只有28章, 29章就是你和我, 接著用生命寫下去的那章, 所以現在有個小唐傳29章的運動, S29的運動, 就是我們怎麼延續, 神在這麼多日子, 用了很多很出色的傳道人, 但是用了一大群, 鄧兄姊妹, 我們未必是出色的傳道人, 但是我們可以是那一群, 繼續在這個世代裏面, 讓這個反天覆地的改變, 主權的現在在我身上, 你會引起不斷的漣漪, 我今天活著, 我就要影響一個人, 影響一個人, 對耶穌有一個更新的看法, 影響一個人, 看見教會是一個豐富有力的教會, 因為教會的主, 是一位榮美有力的主, 我的生命就成為這個見證, 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耶穌當日在保羅身上, 在阿拉利亞, 在巴拿巴身上, 在當時很多信徒身上, 那種改變的能力, 今天再一次在我們中間, 讓我們不單看過去我們經歷過的能力, 我們可能在前面很多年, 過去那麼多年的生活裏面, 我們慢慢失去這種能力, 我們慢慢活在自我中心裏面, 主要求你遙書我們。 我們願意今天, 重新降伏在終於面前, 讓個性在我身上, 這種復活的能力, 再一次展現在我們心靈內, 改變我們的看法, 改變我們的價值觀, 改變我們的人生觀, 以致我們整個人生, 和你這個救贖的大計劃, 在普世完成福音事項的計劃, 來相混合。 主下求你繼續在我們裡面來工作。 祈禱一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